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帅电影院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科幻电影 电影名叫做怪胎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 世界上的某些人类因为拥有超能力 而被当成怪胎看待与追杀的故事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点订阅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电影解说啦 拿手机 调音量 马上开始我们的影片 地球上不知从何开始 出现了一群超能力者 他们本性善良 外貌和普通人没有两样 但在使用特殊能力的时候 会留下一道明显的血泪 这也让人类能够因此分辨出他们的身份 人类对于遇猎的存在感到不安 但凡和自己不一样的都会被视为怪胎 所以在这个没有大魔王的和平世界里 超能力者的出现成为了人们严重的威胁 政府担心以后会被这群超能力者操控 于是索性对他们先下手为强 凡是乖乖听命的都被软禁在隔离区 反抗的人则被下令当场击杀 基本没有自由存在的空间可言 除此之外 有一对超能力妇女在这个世道苟且偷生 父女俩住在一间废弃的屋子 父亲叫小强 女儿叫小美 父亲的超能力是时间控制 他在清醒的时候可以自由地使出超能力 所以他便在屋子内释放了时间泡沫 也就是屋内的时间可以正常流失 而屋外的时间过得非常缓慢 他们在屋里度过了七年的时间 但对屋外的人而言是过了短短几个月 因此七岁的小美从出生至今都没出过家门 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小强时常会告诉小美 外面的世界有多险恶 只要一踏出家门便会找到外人的追杀 所以常常在家中教导女儿一些基本常识 为的就是能让她以后活得和正常人一样 他们早已和住在对面的邻居沟通好 一旦时期成熟 便会把小美交给对方收养 并且送上大量的现金作为打谢 因此小美的日常生活 就是背下邻居的详细资料 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孩子 对于现在的枯燥生活 她则希望能尽快地搬到邻居家成为正常人 但在那之前 小美都必须老实地待在家中学习 小美的母亲阿丽是一名英雄 很久以前试图炸毁隔离区 拯救其他超能力者而被政府杀害 缺乏母爱的小美羡慕其他孩子能出门游玩 因此逐渐对父亲将自己所在家中的行为感到有些反感 而她房间的壁橱里 晚上时总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里面总会出现一名陌生女人 害怕地找来父亲查看 但壁橱内却什么都没有 但其实这是小美的其中一个超能力 她能使出类似视频动画的立体影像传送 这天她透过窗口看见总是停在家门前的冰淇淋车 对面邻居的女儿正在购买冰淇淋 她不断追着这名女孩说出自己想吃的欲望 只见女孩突然两眼失神地拿着冰淇淋来到家门口 在冰淇淋即将到手之际 却被赶来的父亲给拒绝了 由于坏了规矩的缘故 小强把小美关进壁橱一夜作为惩罚 隔天小强需要出门采购资源 她在领球前告诉小美 如果自己迟迟未归 就拿着家里的大量现金去到对面邻居那里求收养 未见过世面的小美并不了解父亲所说的危险 而是天真的说出想吃冰淇淋的请求 谁不知小强这次出门就被暴露了心中 经过一场二战的她带着伤口回家 但小美对于父亲的伤势莫不关心 反而因为对方忘了买冰淇淋而发脾气 很快的小强因过度疼痛晕了过去 小美见此便打算偷溜出门 她来到冰淇淋车前 车上的老爷爷不仅知道小美的名字 还带了她去招世部长的公园游玩 到了公园后 老爷爷主动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 她其实是小美的外公 曾经和女儿阿丽一起炸毁隔离区 但最终女儿落难 自己则是幸运的逃过一劫 她坚信阿丽依然活着 为此一直找机会接触小美 希望能组织团队拯救女儿 一旁的路人误以为外公拐带小美 于是找来了附近的巡警 面对着持枪警察时 小美展现出能够控制他人示威的超能力 这让外公感到无比激动 在回家的路途中 小美在车上第一次看见母亲的样貌 对比下才发现 壁桌内的陌生女人正是母亲阿丽 外公把一包安免药交给小美 约好对方第二天对小强下药 好让小美能够再次出门游玩 隔天小美按照外公的吩咐行动 但却被小强发现了饮料里的药粉 她心碎的质问女儿为何如此 不料小美却施展出超能力催眠了小强 事后她流着血泪来到外公面前 两人商议好拯救阿丽的计划便开始行事 他们来到一位女探员的面前假装自首 借此希望能把他们送进隔离区 由于小美年纪太小加上没见过世面 不懂配合的她习惯性念出对面邻居的资料 女探员立马察觉不对劲 于是赶紧叫来了资源进行包围 关键时刻 外公使出隐身术成功脱离险境 逃跑的路上 小强突然出现在面前逼停了车子 她对于外公私自带走小美的行为很是生气 于是二话不说就把对方绑在了家中 着急的小美奔向马路 前面一辆汽车闪避不及差点撞上 索性小强及时施展超能力救下女儿一命 到达安全的地方后 小强体力不支 无法继续维持时间控制 她不忍心女儿终身都在泡沫中成长 于是提前把小美送去邻居家寄养 谁不知对方家表现得有点反感 为了让这家人爱上自己 小美动用超能力控制他人的大脑 但邻居心醒过来后 吓得立马将妇女俩赶了出去 小强此刻才发现女儿拥有超能力 她对于小美隐瞒自己感到愤怒 于是气愤的把对方锁进漆黑的壁橱里 阿丽在这时突然出现 她温柔的安慰着自己可爱的小女儿 在一轮对比下来 小美这才意识到亲生母亲对她的爱有多伟大 母亲此时被一名陌生男人给拖走 她随即打开门追了出去 可惜母亲已经不见踪影 父亲再次强硬的把小美关进壁橱内 小美生气的爆发出超能力 这一下这地把小强给弄怕了 她急忙释放女儿并连连道歉 但小美因能力太强身体无法复合而吐血晕倒 当她醒来时 看见父亲和外公正互相指责对方 小美没有理会这两位大人的幼稚纷争 而是发现了对面邻居偷偷举报了他们的存在 小美再次开启超能力 将外面两人的对话影像同步投射在众人的面前 从对话中得知 邻居想通过举报来获得悬赏金 小美愤怒地控制警察举起铅笔插向邻居的眼睛 随着对方眼睛流血 感到现场资源的警察纷纷以为邻居是超能力者 二话不说便开枪射杀 小美熟悉运用超能力后 她拿起母亲的照片不断互换 果不其然 她再次把母亲现在的影像投射在屋内 众人看见阿丽此刻正被五花大绑 一名医生拿起注射器企图毒害母亲 就在危机时刻 小美再次发力控制医生将注射器打入自己体内 紧接着再侵入首尾的大脑 利用她帮助母亲松绑 与此同时 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 小强立马暂停时间出门查看 小强望了望门外 发现暗门宁的正是之前的女探员 这也代表她们的长生之处已经暴露 但长期处于时间占领的状态 她们则无法远程拯救母亲 经过讨论后 决定兵分两路 让小强在楼下伪装成普通人拖延时间 小美则在楼上协助母亲逃出隔离区 小强面对女探员的反问都回答得非常流畅 但不料对方早已查清了自己的底细 女探员说出导弹和支援部队已经锁定这间屋子 若反抗则会同归于尽 随后便开出了一项交易 那就是把小美交给军方作为武器培养 但除她以外的成年超能力者一个都不能存活 听到条件后 早已隐身的外公偷偷取枪瞄准女探员的头部 小强随即便阻止了对方开枪 因为她对于能让小美存活的条件很是心动 但也不希望这世界的人类把自己的女儿当成怪胎 话音刚落 女探员突然快速夺枪射向小强 小强也立刻开启时间泡沫保护自己 但子弹早已穿过泡沫射入体内 外公则急忙隐身逃跑 女探员随即便冲了上楼准备带走小美 可当她看见小美正在解救阿丽时 她生怕这名小女孩长大了不好控制 于是决定立即除掉后患 只听一声枪响 子弹打进了隐身的外公体内 外公剩最后一口气的看着女儿的照片 很快的便没了气息 愤怒的小美直接入侵女探员的身体 控制对方举强自杀 外面的支援部队见屋内没了通信 急忙地下定发射导弹 小美也因为使用超能力过渡 此刻已经精疲力尽 而母亲则被困在了最后一道门前 此刻的阿丽急需女儿的协助 只见小美突然一声怒吼 直接爆发全身的力量控制了整个隔离区的守卫 而就在导弹抵达的危机时刻 小强硬撑着身体使出时间暂停 用尽全身的力气抱起女儿逃出屋内 并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爆炸的冲击 就这样小美失去了最疼爱她的父亲 但危机依然还没解除 警卫们开始搜索残骸 只见一个女人突然从天而降 干掉了所有守卫 此人正是母亲阿丽 两人紧紧抱住自己唯一的亲人 并从此决定要用自身的能力 证明超能力者的存在意义 不再躲躲藏藏苟且投身 说完 母亲就抱起小美飞向了高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 小帅我脑中浮现出一首歌的歌词 歌词是 就算被这个世界人眼被人们所敌对 那也无所谓 就请你当我是个一类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是否能猜得出是什么歌曲呢 影片下方的简介里 可以找到在线观看的链接哦 又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帅 我们下期影片见